要把太太跟先生分開來 因為這兩個人是不同的 因為social security 它是有 limitation的 它到了那個 limitation 它就不在五臭 如果你錯誤的把兩個加在一起 你可能會找五臭 social security 為什麼會去分開 怎麼去分開 如果做一個菜式 你怎麼分開 直接就是上面可以選 因為他就問你說你這個business 是太太執行業務 還是先生執行業務 還是中執行業務 不一樣 假如我的正常的收入已經到了 然後我這裡又有 gain 那還需要叫SE test嗎 你要去照著那個SE test的那個表去選 為什麼 它不是每年年到10萬六以上 那個是你的security 所以你Medicare是怎麼去選 這是我講這 那出去是不是可以教的嗎 應該是 只要講Medicare 你去看SE test 因為你這個 因為你scheduleC對不對 那個made income的那個數字 會flow through 到去計算SE test的表 你回去看一下那個SE test的那個計算 它會有一個 就是如果運用不開始的話 它會幫你計算這個flow出來 就不需要 如果是用送貝爾士 你自己比算的話我就會不會知道 等自己比算你就要follow 那個instruction 然後比如說這邊要乘以多少% 然後這邊又要去檢查 你去看有一個表情SE test的 是跟scheduleC有相關聯的 你去回去看那個instruction 所以現在基本上是跟scheduleC有相關聯的表格 就是這個scheduleC 然後8829 business use of home 跟這個SE test的這個payment 因為各位自己執行業務 你不急於是要付我的稅 你還要付這個自己執行業務的SE test 就是各位的以後的社會單選情 要拿社會單選情 要拿社會單選情 要拿社會單選情的基金貼的基礎 這樣 對不起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因為現在 社會單選情都是盡量 多少expense 然後少交稅 那這樣子 就是說 你那十五點幾個稅 就是我們幾乎都免掉了 你會把expense塞進去 這樣子以後退休者會不會影響說 他每個月等於是給你很少人 會影響嗎 會影響 但是他不是成一個比例 他不是成一個比例 他不是成一個比例 就打個比方來講 我現在交一千塊錢 跟我交兩千塊錢的人 我退休之後我拿到的 這不是說倍數的關係 但是是有比例 因為社會安全情它的立法是 就讓你有辦法活下去 然後不讓你過你豪華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都是loss 你一直都沒有在講說 就成功有提 你也沒有滿足那個什麼 40點的要求 你可能就拿不到社會安全的禁止 但是話又講 我又看到一個 2039年還是多少年 有可能社會安全局會破壞 所以這也不一定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跟我太太是兩個人一起報稅 但是我公司名字只有自己 那這樣子我每年交的稅 我們喝起來報稅 你所謂的公司是Skate-to-C嗎 對 Skate-to-C就不是公司 公司就不是Skate-to-C 不不不就是收什麼 就是自己執行業務的 對對對 然後呢 這個名字這個business 只有我自己的名字 沒有我太太的名字 沒有我太太的名字 那我報稅的時候 兩個人夫妻喝起來報嘛 對 這樣子她有 她的社會這個security有沒有 就只有累積到你身上 她就一點都沒有 她就沒有 OK 除非她自己有個business 因為她自己的名字 對 但是如果你們繼續在一起的話 她以後可以拿到你的一半 OK 好 那另外下一個就是說 各位要注意就是說 要預繳稅的問題 要注意預繳稅 如果你們預繳稅腳一勾的話呢 也可能會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各位有打W2的話 就不一定沒有從這個pentable去說 好 就說你們就是看一下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without的tate 是高於一千塊錢 那你的如果是你的AGI 有沒有超過 Merry-finey-joey 要看有沒有超過15萬 如果沒有超過15萬的話 你至少要繳足百分之百 百塊一的taste return上面 taste by pp的數字 如果超過15萬的話 百分之一載一 如果沒有繳足 沒有照那個每個什麼 4月15 6月15 9月15 1月15去繳的話 一個表格叫做22210 你可能會有 不是可能會有 你就會有預繳稅的這個pentable 所以這個payment的time 也很重要 所以各位要回去看一下去年的稅條 看看你今年有沒有繳夠這樣 這個是save power 如果你滿足這個的話 你就不會有payment 那這個呢 我就補助一下那個 我有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 請講 如果比如講 你那個賺的錢 比如講 不是那個even 就是 這個based on 這個last year 還是說是最想 他有兩個比大小 他的前提是說 這個例子是說 你的Marifiling Jones 你的AGI 並沒有超過15萬 如果你是金狗是7萬5 前提是Marifiling Jones 並沒有超過15萬的狀況下 你至少要配90% 打個比方來講 今年是2010 你要配滿2010年90%的taste liability 或是2009年100% 那你說2001年我不知道 我賺的多賺的少 所以你就至少付滿2009年的taste liability 打個比方說 你去年的來幣已經是1萬塊錢 你今年2010年 你只要付滿1萬塊錢 你就不會有estimate case的 penalty 但是你今年可能賺 你今年的稅可能變成1萬2啦 你在4月15號之前 你還是要付滿那個2000塊錢出去 這個前提是Marifiling Jones 然後大概超過15萬 如果超過15萬 那個規則門檻租的更高一點 所以幾號已經來付錢 你如果去看1040DS 應該是10月15 6月15 9月15 9月15 跟多年的1月15 但是如果你有打W2的話 就是好比說你先生 因為你如果他